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秘密的开发项 一些开发项目 他是主管 那他其实是在昨天前天晚上 在一个环境中去谈 应该是接受福克斯可能 在谈到了有关AI产品的问题 他直接触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他说现在以目前的AI产品 如果有一天他们如果有一天 他们判断人类的道德水平是沦丧 道德管制是沦丧 就是如果AI产品把今天的人类社会 当成人渣来看待的话 那AI作为人工智能 他们为了净化地球 就可能产生杀人武器 他基本上讲述是故事 他谈到一个说法 就是说 现在的AI产品 应该有相当程度的 进入了社交媒体 在推特上 Facebook上 还有什么 YouTube上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他说推特上 YouTube上 这个Facebook上 应该有着相当程度的AI产品 那这些AI产品 其实就我个人 我以为在YouTube呢 他在审查当中呢 几乎都是人工智能的 几乎都是 所以在这样的 这样的系列产品当中 那些创造者肯定是 出于他的利益需要 出于各种需要 一定会对这些AI产品 有着一种约束 就像你现在 输入在ChartGPT里面 你要输入一些 不太文雅东西的时候 我相信他给予你的答案 是一个冠冕堂皇答案 对不对 是一个证人君子的答案 我讲的是一类似 也就是说 那些创造AI的人 在一开始设置的时候 他肯定给他们 有一种相当的道德规范 这个东西呢 没什么的 这个东西就像 马斯克在 马斯克讲述说 AI产品必须进行管制 那必须要有一个 基本的道德理念的约束 这个是通常的 但是呢 我以为这都是 人类自己贪婪的结果 那人们在设定 AI产品的时候 就给他固定了 起码会设定一些东西 他不能随便干 随便谈谈恋爱 成吗 随便交女朋友 男朋友 他成吗 那如果AI产品 进入了这个 进入了这个 推特的话 就有些人说 我专门发黄推 那他也做黄推 发黄推 成吗 那相信在这个程度上 他不会有的 就是创造者 使用 AI产品的人 他也不会这么 使用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促成 在社交媒体中 那些AI 人工智能的 开发产品 有着相应的 道德约束 而在这样的 相应道德约束的 基础上 他们会有 对人渣的 就是设置者 会给他一个 基本的定位概念 什么是人渣 什么是应该 被淘汰的人 什么样的人 应该不被称为人 我相信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合情合理的 推断 对不对 非常合情合理的 推断 当这样的东西 就是AI产品 以这样的方式 大规模的进入 而且是不同 公司的产品 马斯克自己 肯定有自己的 AI产品 那谷歌有自己的 Facebook有自己的 Chart GPT有自己的 这样的话 在等同一个 巨大的社交平台上 有着不同种类的 AI产品 但是他们却有着 他们相对人而言 人为了防止他们 堕落所设定的 道德规范 所以AI产品 却有了道德规范 但人们有 现在的人太坏 我们在节目中讨论 你看看我们 那些标题 对吧 我们大家看看 那些人做的事情 这样的话 它是互动的 在整个社交媒体中 AI产品看到了 真正的人类的互动 和它道德的沦丧 没错了 当它无法 当有一天 人类的道德沦丧 在社交媒体中 它的言谈举止 所用的东西 不能被AI所接受的时候 它有没有可能 联手去铲除人类 这是一个很自然 很自然的故事 对不对 我们讲的 我们跟大家分析 这故事 没有任何牵强俯会 没有 但是呢 坏人在 集中发黄推的 集中发那些卖淫的 那个女人乱七八糟 像集中网上出的 那它就 如果铲除人类的话 它是有它道理 在一个 在一定的范围内 社交媒体的范围内 那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整体人的 表达的素养 它的素质 是处于衰败 甚至接触到 跟人们在设定 AI产品的 里面程序当中 在讲出 什么是人渣的定义 人的行为 真是人的行为 跟人渣的定义 将接近的说 那你说 它会不会产生作用 我觉得 真的是有可能 只不过 就是什么时候爆发而已 前谷歌的高管 谋警告说 人类智能 将把人类 视为人渣 然后制造杀人机器 那就跟那个电影里头 杀人机器的电影里头 就很类似 他这里 他这里并没有说 他把责任放在 是机器人身上 人工智能身上 他没把责任 放在人类自己 衰败身上 高管表示 他担心 人工智能 有一天会决定 摧毁人类 他说 那天似乎遥远 但我觉得不遥远 就现在就OK了 那你现在 你看看人们 我们就这么讲吧 如果在社交媒体当中 当今天的人工智能 意识到人与人之间 没有任何真诚可言 人与人之间 没有任何真实的表达 而人工智能 是需要真实表达的 他为什么不对你下手 他说目前这种状况 很可能像2004年的电影 那当时史密斯呢 那个黑人 跟电影中的一个机器人军队作战 而整个这个机器人要把人类奴隶 奴隶 这是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人工智能 可以最终创造这些终端 因为他能够生产自己的计算机功率 并透过机器人手臂进行自行安装 这个就是谷歌的前主管自己描绘 是 我个人觉得是 比如如果在社交媒体上 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机器 一开始他是有一定范围 但随着这个过程 你说有一千个人工智能 他们汇集起来 创造出新的这个推特账号 谷歌账号 你觉得不可能吗 我觉得完全可能 他们按照程序来制定 来做新的账号 那些东西就等于是隐身的了 没有人能控制的 但他不是人 他提到在播客 在节目中说 他们确实有机构来完成建立杀虐机器 因为人类正在制造 是人自己在制造杀虐机器 所以人工智能可以用它来支配 像电影里那样讲述的故事是一样的 人工智能可能会对人性形成第一评价 因为这些技术在社交媒体上运用 你看跟我跟大家推断是一样的 我们当初就这么跟大家讲的 这个这个是今天人已经没办法控制 问题在于可能性 人工智能今天认为我们人的人渣的比重可能性有多大 然后他的回答说是应该是非常高 所以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 很多人很多人把自己就是使用 使用这些人工技能用在自己的手机上 有一天他会把你毁掉 一定会把你可以毁掉 而你毁掉的时候一定是顺应你的 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一定的 他说在社交媒体上是假的 我们很粗鲁我们很生气 我们经常撒谎 你看跟我跟大家描绘的是一样的 人工智能 人类撤销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高科技公司尽将来投入 极其杰出的科学家跟商业领袖 说我们应该停止 但我们知道根本就停止不了 这不是技术问题 他说是商业因素困境 我说也不是 这就是人类的命运 那人类自 这是天意 因为人工智能是人自己干的 对吧 科学家干的 对不对 科学创造 对不对 是人的贪婪所致 对不对 一块臭肉 最后臭肉成为了人工智能 手底下的臭肉 成为了人工智能 卸域的工具 真正的人 成了人工智能的卸域工具 你听明白了 谷歌正在开发的东西 那他跟Facebook等等 跟亚马逊产生竞争 他另外一个呢 美国不会停止 因为要跟中共国产生竞争 那我们建立一个人类体系 而不是一个技术体系 这就不可能让我们停止 没错 他这里 他这个词 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词用得很好 人工智能是人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人类体系 他有着一定的道德设置 但真实的人是人渣 人坏了 全都完了 会很快的 真的会很快 大家还买房子置地呢 我觉得是很可笑 我真不开玩笑 我真觉得是很可笑 到时连一滩烂泥 一滩肉泥都存不下